女排是锦赛第二阶段,中国女排迎来了首个对手泰国队,虽然中国女排是3比0取得了胜利,但从比赛过程来看,中国女排赢得并不轻松,特别是在第一局还一度处于落后。 好在龚翔宇在关键时刻连续得分,才帮助中国女排有惊无险地拿下了第一局,此后中国女排连胜两局,以3比0拿下比赛,全取三分,第一局开局阶段,中国女排还没有进入状态,反观她国队打得相当主动,很快就以16比13取得了领先。 直到下半局,中国女排才19-17反超比分,此后双方展开了缠斗,比分一度占据26平。 关键时刻,龚翔宇站了出来,连续两度下秋的手,中国女排以28比26先胜一局,后面两局,龚翔宇的进攻效率依旧很高,中国女排也以25比20再胜一局,虽然在第三局又遭遇了泰国队的顽强抵抗,但龚翔宇又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,并帮助 中国女排以25比20再锁定了胜局,本场比赛,龚翔宇的表现相当出色,21扣17中一来往,拿到了18分,其中扣球成功率超过了80%,毫不夸张的说,龚翔宇打出了职业生涯最精彩的一战,赛后,郎翔指导对比赛进行了点评,大家咬得上,我们还是做好了困难准备, 泰国对俄罗斯和美国都打满了五局,他们还是很有特点,因此我们在困难面前一定要耐心,还是寻找机会,随后龚翔宇还称赞了龚翔宇,年轻队员在成长,希望他每场都有进步,能够得到龚翔指导超高的评价,可见龚翔宇本场比赛的表现却使得人非常满意。